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件事 咱们学了一个演用参数 对吧 对 演用参数呢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 如果含出声明的时候 参数如果在按这符 那么这个参数就必须传变量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 第二个要注意点就是 用它的引用参数的目的就是 在函数内部 如果将引用的这个变量给改变值之后 那么它的副程序 就主程序里边的这个变量也会跟着改变 对吧 这是引用参数的特点 那这就看了 我可以看一下默认参数 这都是P2P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默认参数呢 就比别的语言的一些功能呢 要强大得多 那那就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默认参数 对吧 那比如说 对吧 我在随便声明一个函数的时候 先把这个 默认参数 对吧 我在随便声明一个函数的时候 代码对不对 里边比如说 有道乐福内蒙 有道乐福年龄 有道乐福性别 对不对 有道乐福email 等等等等 这样的几个参数 对不对 我这里边直接 我也不信返回值了 我现在不信返回值 我直接把这几个值放在这里边 看一看 道乐福内蒙 因为咱们现在主要是演示参数 跟函数体怎么的 过来度不大 对不对 性别 然后这话 罢了福 里面 然后 避养 换下行 看到吧 这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现在这个函数有几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在吊的时候 现在必须得穿直 对吧 如果不穿直的话 代码 你看 我现在定要穿直了吗 没有穿直 那么 程序不会出错 但是会给我们一个警告 对吧 因为你忘记穿参数了 函数里边就不知道内幕值是干嘛的 在用到内幕的时候 它就没有值 对不对 这个结果有可能不正常 对吧 但是程序不是致命的错误 会有警告 我们来看一下 警告 而且不止一个 Test 看下警告 这是一个警告 丢失第一个参数 为代码 对不对 警告二 就是第二个参数 警告三 第三个参数 警告四 第四个参数 看到了吗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注意 对 你看 注意 这些注意的级别 是重要的吗 对 不是 因为注意的级别 怎么的 对 说明我们在用这一遍来没声明 就是因为我们密村参数 对不对 那如果我在这存了一个参数 比如名字 对不对 啊 妹子 妹 对不对 那现在你看注意或者警告会出现几个呢 哎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 第四个参数 就是注意这里边没有 对吧 那同样 我如果在这块 存在年龄 比如妹子 二十 看一下 是不是又少了一个 那我再传 比如说 都能传好 这块 性别 妹子 是女 然后 email 她的email 她的email 妹子 cherry lumberbrother beer nite 你可以扒压这个试试 来 我们看一下 就怎么的 没有了 是不是就看到这结果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参数个数 你不能多也不能少 对不对 必须得对应 这是咱前面说过的特点 对不对 那别的语言是这样的 咱们前面通过那个 常规 常规的参数 常规的那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传任何类型了 可以传任何类型 这样的功能都比别的语言的功能要强得多 对 对吧 比如说 在家里边 如果你想做两个数相加 你得写从载 你基本上得写四个函数 才可以 得写什么 两个整数相加的 两个浮点数相加的 整形和浮点数相加的 浮点数和整形相加的 对吧 那在家里面类型还分整形浮点 单净度双净度 所以呢 应该什么 二的三次方应该是八个函数 才能把任何类型相加的洗拳 听懂啊 而在P2P里边 咱们可以传任何类型 是不是都功能很强了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介绍一个功能 更强的 我可以怎么做 我不传参数 能不能让它考用呢 也就是咱们在函数里边 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 是不是咱可以给个默认值啊 对吧 那在P2P有更强大功能 就是在声明函数的参数的时候 你可以给个默认值 比如说 名字 叫做 讲说我就随便写几个 叫做1 对吧 年龄这话 我给个叫做2 我随便写几个值啊 什么类型都行啊 等于3 emile等于4 你看一下 这回咱们在调用的时候 就不出错了 所以呢 所谓的默认参数就是 你在声明参数的同时 你可以干嘛 可以给这个参数的变量 直接给个初始值 这样你在不传参数的时候 就会有默认值 比如说我这个传个demo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万度思瑞啊 那如果我在这块掉的时候 你可以传任意你想传的值了 比如说 我就传一个 妹子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谁 你如果传值这个妹子 是不是付给这个 内容 那原来的默认值 就被你传的值给覆盖了 对 听到吗 那现在我们的默认值就是什么 对 就是妹子 那同样我可以给第二个demo 第一个参数 比如说这样啊 妹子 第二个参数年龄 对 18还20啊 20啊 大家别被他糊了糊了 啊 妹子20对吧 那如果在第三个参数 和第四个参数 我们都写出来 比如说 女 女 然后这个 女 然后 你们啊 有时候就是妹子 对吧 你看 不穿参数 全有默认值 穿一个参数 把第一个覆盖 穿两个参数 把前两个覆盖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话 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最后一个 都把默认值覆盖掉了 所以说在P这种 生命的函数 是经常见到的 是经常见到的 而且我们在写 这样的函数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问题 不一定说 在写默认参数 都是我全给 对吧 那假如说 我这样 email不给默认值 性别不给默认值 能不能给的 可以 那么 我前面两个 不穿值 是不是用默认值 那后边两个 怎么的 就必须得穿值 不穿值的话 是不是出现那个警告 那我这样写的 岁数对吗 假如说 我现在 头两个想用默认值 后边两个想给值 我得怎么调那函数 因为参数是对应参数 岁数传的 记得吗 所以我做不到 这样去调用 Demo 前边两个空格 空 然后这块 传一个 比如说姓碟 女 对吧 然后这块 必须传这email ahre.com 能那么写吗 是不是一个语法错误 对吧 所以呢 默认值 可以 怎么的 部分有默认值 对不对 但是一定要注重顺序 因为顺序是 先传第一个参数 再传第二个 再传第三个 再传第四个 对吧 所以你不给值四个默认 传第一个 给第一个 传第二个 第二个 听到吗 所以哪个变料 如果想干嘛呀 想要他默认 怎么的 不传就默认值 传就用什么 你传的值的话 要 从前往后升值 这块 里面啊 比如说 后跟前面用的 对不对 这块 怎么这块用 TX1 你可以这么去写 前边不给值 不给默认值 那这样就做到了 前边两个参数 是必选参数 也就是你必须传值 对不对 你不传值 它是没有默认值 后边两个参数 是可传可不传的 就是这两个 这样做就可以了 所以 能记住这个顺序吧 大家要记住 如果参数 部分给默认值的话 要从后往前 为什么 因为传参数的顺序 是从前往后 听着吧 那这就做成了 两个参数是必须的 后边参数什么 是可选的 对吧 所以前面这两个调动 是不是不行了 对不对 那我后边这几个调动 是不是都可以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 后边是不是默认值 一个默认值 全部覆盖的 对吧 一定要记住什么 记住这个顺序 是不能乱的 OK 那这样呢 就是这样的是 不给默认参数的 这叫什么参数 这叫必选参数 给默认参数 叫做可选参数 一般他在写说明的时候 可选参数 比如说这个参数 我在写说明的时候 会这么去写 你看 比如说 这里边没有反位值 对吧 那我就直接写dm吧 那先不管因为反位值 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告诉我们 传一个字幕串的内幕 第二参数告诉我们 传一个 比如说整形的年龄 第三个参数告诉我们 传一个字幕串的 什么信笔 第四个参数告诉我们 传一个字幕串的email 对不对 但是呢 会这么去写 后边两个 我递加中括号的意思 只要在以后的课程中 或者在一些文档中 看到中括号阔起来的 说明里边 有中括号阔起来的 都指的什么意思呢 都指的是可选的意思 那我这样写说明 就说明 前边两个参数没有中号阔 对不对 是必须传的参数 而中括号阔的就是可选的 对不对 当然了 还可以这么阔 如果括号里边再有括号的话 什么什么 后边全是可选的 那你这每一个都是单中可选的 知道吧 所以中括号是可选参数 那当自己说明这么写 那系统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提供的 那就比如说 还记着咱们上来几个 妹子说 随便说一个函数有一个什么卖了函数的那个吗 对吧 你看这块这个参数现在就能看不懂了吧 前边三个字幕串告诉我们是必须传的参数 对吧 后边两个参数 是不是用中号课下来了 说明是你不写它有默认的 听懂吧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默认参数的问题 好吧 所以呢 像这样的参数 P2P介绍的一个特性 有了这个功能的话 它的语言强度就会比别的语言灵活的非常多 所以呢 系统里边百分之二三十的左右 函数一般都是提供了默认参数 你在自己设计函数的时候 大部分也是设计成这样的结构的 就是不出来它可以给默认值 对吧 这样的话应用中调的函数是不是更灵活一些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说的默认参数 那我们再看一下默认参数的一些语法 做过号的格式 是不是说明这样 在调函数的时候 没有指定参数 还是会使用默认的值 对不对 默认值必须列在所有默认值参数的后面 对吧 函数调有村参数从前往后 默认参数从后往前 OK 这就是默认参数的一些说明 对吧 前面咱刚才写的这个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咱们就站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